目前正值捕捞埋鱼的旺季 花莲西出海口一到晚间 就有不少渔民及钓客前来碰运气 不过在一号的晚间 却传出渔民搭乘交罚 因为距离岸边太近导致搁浅 两人受困沙洲 海巡人员获报赶往现场 顺利将人救出 动力交罚搁浅在沙滩上 海巡人员赶到现场 在其他渔民协助下 先将交罚安全固定 顺利救出交罚上的老夫妻 交罚上的料姓夫妇 在海巡人员协助下顺利脱困 就在一号晚间八点多 花莲海巡指挥部接口通报 有稍捕捞满苗的动力交罚 在花莲溪出海口附近作业的时候 被突如其来的强烈东北季风袭击 导致交罚失控意外搁浅 幸好船上两夫妻平安获救 因东北季风增强 因东北季风增强且船斗死坏 导致意外搁浅 船上两名船员平安兼佛治安静 因海巡人员协助将交罚更定于安静 后续将由船发陷入头带禁港 由于花莲西口是捕捞满苗的热门海域 加上花莲台东沿海地区不受满苗禁补期的限制 因此作业的渔民非常多 幸好这次交罚搁浅没有渔民发生意外 也没有游污外泄的状况 至于搁浅交罚要等海巷稳定之后 才能请其他渔船拖带禁港 记者 通报报道